你们好 你下班了吗 在路上了 好想你 到家发视频 叶时安 你可以啊 我不主动联系你就不联系我了 我不是怕打扰你工作吗 打扰到我 那你明天接不接我 我明天要上班 林特助说他会去接你的 好吧 那我明天直接去医院算了 晚上再回家 你先回家吧 你出差那么累 回去休息一下 你不想早点见到我 我想啊 但是 等下了飞机 到时候再看情况吧 好吧 那明天再看喽 嗯 那拜拜 陆叔叔 林特助 明天务必要跟他解释得清清楚楚 明明拜拜 拜托了 拜托了 直接回医院啊 不行 陆叔叔让我先把你送回家 才晚点我去找你 我爸找我 他怎么没跟我说啊 院长 先上车吧 现在他应该再听着特助解释了吧 千万别生气 千万别生气 你还要不信 他会儿 您的目标 我这么说 你能够知道 你还没想到 那些人 你还没有 再跌倒 你还没想到 我还没想到 我都没想到 继续 陆总那天 故意安排你去出差 然后找叶医生 单独聊了一次 叶医生听从陆总的建议 让高院长相信 你们已经分手了 不再继续扩大舆论 避免把叶医生的家人 也牵扯进来 怎么让他相信呢 叶医生主动提出申请 去讨论存援助 而且第二天就去了 还把分手的消息 传了回来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 叶时兰现在的桃园村 医院里的所有人 都觉得我跟他分了手 而我作为当事人 被你们封锁的消息 完全蒙在鼓里 是 你们可真了不起啊 怎么还不来电话呀 没什么想问的吗 院长已经到家了 你那一部分 该说的我都说了 喂 你到家了吗 林特助都跟你说了吧 说什么 就说 假分手的事啊 是假的吗 是假的 当然是假的 我听说医院里的人都知道了 只有我自己傻乎乎地以为自己有女朋友呢 你有啊 我就是你女朋友 我现在可不太相信你 你说话一套一套了 说谎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我也不想骗你 可是你爸说 你不会同意他的方案 我是不会同意啊 感情是用来这么折腾的吗 可能是你爸 那我也不好反对 所以你就是欺负我 专条软柿子你 不是 我以为你会理解 我是能理解啊 但这也并不代表不能生气吧 对不起吧 我错了 我不跟你说了 我爸过来了 自己好好反省反省吧 嗯 好 挂了 嗯 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我是在帮你一起解决问题 你是帮我还是耍我呢 你从一开始不信任我 我没有不信任你啊 我让林特助向我汇报工作 也没有干涉任何你做的决定 我只是个观察者 所以现在为什么要出手呢 因为本来这也是我的工作 我早就准备好了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方案 嗯 在你向桃园村诊所 捐赠毕肠机和药品的时候 我就让林特助 在价格和付款上 搞了点小动作 为什么 如果林特助 一直无法获取高宣的 完全信任 这就是他最好的筹码 我一直以为自己是 那个下棋的人 没想到同时还是个棋子 所以林特助已经拥有他的筹码了吗 用了 不仅取得了高宣的信任 也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替夜市拦截了位 算了 我这也算是被你卖了个好价格 所以接下来干什么 所以接下来干什么 你呀 被人举报到了集团 我来之前刚刚开了会 你正式地被停职了 由徐立阳暂时接替你的工作 正好 我也不想去医院 听到别人议论我分手的事 林特助找到了这次舆论的策划方 以不追究为代价 拿到了两本银行付款账号 神迹顺藤摸瓜 已经掌握了游离证据 另外 高宣介绍林特助加入他们的小团体 该清楚的 自然都清楚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交给你了 等事情解决之后 我会在集团会议上 恢复你的名誉 好 我会妥善处理的 另外在这个事情当中 你也不要责怪林特助 他只是奉命行事 倒是你该认真地反思一下自己 是你自己平时啊 不够细心 不够警觉 你还有问题吗 你应该不够要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妈 你应该不会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妈 你应该不会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妈 比如什么 比如 比如 其实你并不希望我跟叶士兰在一起 比如 其实你并不希望我跟叶士兰在一起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 那个假分手的主意啊 还是你妈出的 我妈 她是觉得我谈这个恋爱谈得太顺了吗 她是觉得你那么喜欢叶士兰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我之前是不是太过于主动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